白巧克力贾森尼莲姆斯 绝对是NBA历史上 球风最华丽的几个人之意料 看他打球针 但是一种享受 如今又有一位被称作是 白巧克力2.0的优秀球员 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Jordan McKey要说实力的话 他也许算不上超强 但是球风的风骚程度McKey在美国的高中 升球员中绝对是前几名 这也是为什么外国媒体 都把他称作是白巧克力接班人的员 因McKey出生于1998年 身高183厘米 体重79千克来自威斯康辛 他也算是典型的 年少成名了7年前的运球训练视频 在油管上 有着数百万的播放量 当时他只有12岁左右 就已经能轻松驾驭各种打耍 做了当时有不少媒体 都把他誉为天才少年 有了名气之后 McKey还被邀请上过许多节目外轮秀 就是其中之一够厉害吧 11年的时候 他还被邀请去当了勇士的中场表演嘉宾 他还得到了和库里一起热身运球的机会 高中时期McKey就读于家乡的Cocaman高 中在这里开始逐渐展露头角 McKey最让人印象深 刻的是他的控球大变相很犀利 大变相加假晃 背后拉回也非常厉害 行进间的假船完全骗过防守人 犀利的变相加后撤步 奥罗招牌既能侧身虚晃 过人成瘾晃 晃一次不够还得拉回来再晃一次 各种骚操作骗到对手怀疑人生 看着对手被点飞 然后稳稳将球投中感觉 真的是爽到爆炸啊 当然能被称作是白巧克力 2.0传球自然是必须到位的 McKey的传球很精准并且速度超快 这手活真心让人羡慕 神刺马鲁的炮弹传球 各种风骚的不看人传球 背后假船加真传 让人分不心虚实 这季倒地后的妙传 我也就看了五遍 几年前的外国媒体都对他有着很大的期待 甚至觉得他的未来会和库里 詹姆斯一样好 不过高中这几年McKey的进步 并不是那么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也暴露出了不少短反 比如他的身体素质 在美国的高中生中 只能算一般对抗能力略显 不足防守端也比较吃亏 他从来都不是那种天赋超群的球员 他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 都是自己的努力 他对训练的痴迷程度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McKey就保持着固定量的训练 日复一日 一直到现在 他的性格也非常霸气 他在踩 坊中说过 我不想成为下一个白巧克力 我只想做自己 篮球不会辜负你付出的每一滴 哈水高中毕业 的时候McKey已经成长 为了全美全十零的高中生 他的ESPN排名 是2018届的第86总评84分 四颗星高四赛季的 他还帮助球队 拿到了周冠军冠军 战中McKey的关键绝杀 让人印象深刻 高中毕业后 McKey选择了 加盟西弗吉尼亚大学 他即将在这里 开启自己的NCAA生涯 期待McKey在大学能有好的表现 也希望将来人们提到 他实现想到的不是白巧克力 而是他的名字 Joden McCay